我头杀两次 那对方不会玩那其实 你也不怎么厉害对吧,你英雄其实领先他很多 落手算吗,算一点 反正能够一级越冰线去断别人的 除了说 除了说遇到一些 counter的情况,就比如说 怎么讲呢,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剑魔打剑击,剑击他一级越你线,不是因为他的英雄厉害 是因为他的英雄好打你 对吧,他可以进你身 但是剑击肯定不能一级越武器的线 越鳄鱼的线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有的英雄 他打很多上单一级都能够越冰线 带个急炮带个点火,那就不是 人的问题,那就是这个英雄他本身太强了 所以他才能这样压着对方打 那可能时间久了会给你一种错觉就是 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我说这个话肯定会有人来喷我 但是就是这样 所以你玩上单 你最好是学会抗压 你学会抗压其实 很多事情你都 比较好做 打一个人就去打死了 我这队 对啊 你如果打那种 难打的 你被杀了你不要觉得自己菜 你就像你玩剑魔 你去打剑击 当然剑击智英雄他本身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你 Counter或者说对方英雄比较强 你被他杀了他跳舞干嘛嘲讽你别着急 就是 你这英雄回来就比他拉枝 那他操作的成本自然就比你要低对不对 他随便 操作一下伤害就很高,容错率就很高 那你 自己想要说取胜那你 自然就需要说 对吧你得 把这些 容易爆雷的地方你先给他搞 搞明白了 那以至于你才不会出现什么 对吧 这种情况 就比如你 对线对线的你就莫名其妙的了 就想要给他拼 肯定拼不住 他Counter你不代表就一定能拼得了 你得搞清楚 可能有人觉得说 Counter你 对吧 你这对线就一辈子 你得了 不是这样 不这么算 就是你 你比如说你拿剑魔去打正击 或者剑魔打武器 打什么鳄鱼你就只考虑一个事情就是 就你愿模愿意用这种落后的机制去 说 找到一些能打他的一些技巧 那你可能 你总结失败的经验你才可以说 打得过对方 不是说你要去这个 找一些切片呢什么的 你去看一看就认为自己能打就这样 每个玩家都不一样 你需要累积这些大量的经验 这些大量的经验是很珍贵的 所以你要碰到那些打不过你的人 你不要着急 没什么好丢脸的 不要觉得自己是失败的 你碰到这些难得的经验 对吧强大的对手 他心态又好的时候你跟他交手 你不要觉得自己输了 又有什么 很着急啊对吧 你要这样想你碰到他 他之所以能成为你的对手 那他肯定对吧 是不是那他值得你去学习 你打多了,你跟他对线多了,你就变成他了 所以不用着急,输了就输了,小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然后你要是队友 对吧这个理论上你的队友要是打不过别人 你也别去怪队友了 说不定他真的尽力了 如果你去怪队友,他只要一死了,你就会找他的问题 那就结果论了对吧 那直接就结果论了,他只要一死就有问题了 那你要考虑敌方 就是如果本身对面很强大 那你队友就是打不过了怎么办 而且你队友打不过别打不过,他态度要是很好的 要是你队友的这个态度 很好怎么办 把他赶一下 所以我一般说 有时候队友六四你不用太管,那是队友的问题 他自己打不过你别管 如果你 拿战技说是的话 那其实很少有人玩,一定会有人输 一定会有人输 一定会有人打得不好 哎呀我超跟你们讲话 烦死 烦死 跟你们讲话 我就应该直接 单杀 太蠢了 是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希望你自己打不过 如果对手很强 你也不希望自己尽力了,然后队友还在那边骂你对吧 你确实 已经用了自己的 毕生所学在跟他打,那打不过你就 你想进步那就回去看看你的回放 你多去想一想自己哪个环节出问题 不要老是怪打,为什么不来帮你 其实时间久了你就 你就不会有那种 想法说什么 卧槽 打野不然就觉得很烦 不会这样 这个很傻 所以一般我要是对面抓我带个点火,我嘴上骂一骂,卧槽连踢狗对吧 但是一般你们是看不到我骂队友 我一般说队友就是说他们啥都不干 就你说放了对面打野跟中路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哇就一直抓我 然后龙你也不控 线你也不推,肚城你也不吃 下路你也不去越 因为你不做支援交换你就搁那刷,那我就一直被抓,那完了你还要让我背锅,那我肯定受不了 那相当于是我 我死了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还玩吗 那肯定我要打一下智能 就我不能白死 我可以接受自己死,但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全在这 就是你玩上单你想进步 你不是老是去 看一些切片什么的,或者说你看一个主播怎么出装 你就给他扒了,然后你出来跟他一样 你玩上单 你想进步就是 当然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个人认为 你们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我个人认为就是 你自己在知道 你已经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 就你还愿不愿意说 正常的去玩,好好的玩 然后或者说 你能不能去对吧 顶住这种压力 如果可以的话那其实 自己确实蛮能进步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累积经验 那不然你也没办法 不可能一上来就赢,你肯定得输到一定程度 才有可能赢 这把又要输不会运气这么差吧,输了就输了呀 我也没办法呀 你看说了这么多还是会输 输了你正常打就好不用太管 说不定你的对手就是比你的对手差 我们的扎克玩得还行 W 不是说你玩得很烦,你就不玩了,你只有 你只有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愿意玩下去,你将来在某些时候 你这种经验累积到头了 你才有可能不会再像以前这样 帅啊 帅啊 运气好 没闪 又没大 没闪又没大 是吧 是不是有道理,因为游戏可以重来 不要因为烦然后说就不玩 那你这样 你这样子会出现说 你要么很顺 那确实你懂很多东西 你优势你也乱杀 但是一旦烈射你就不想玩了 那就什么办法 150开心 他应该可以杀了 他应该可以杀了 闪现 卧槽这么热 这卡特差钱 我好贪 你不会要吃我肚腾 应该不会 你像这种局要怎么打 下路烈士,中路要发育,就打野好像还可以动一动 这种就刷就行了,你这种管 你如果是剑魔你就刷,刷你的装备 你不够强之前不要去帮队友 你先把自己发,发展到足够强 你不再去帮才能 如果你现在去帮队友 没什么用 帮不到什么的 他们烈士的 原因比这个要 复杂的多 谢谢 我学错了 我学错了 我都把后面要放水影石 我原来信你 卡特好像也来了 这里就当自己死 没抓我 就其实挺管用的,就是 这个方法就是当你 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比如你玩游戏,你这把游戏 跟你兑现的人你觉得 你打你跟他兑现你压力很大你就先当自己死了 你不要太在意被他杀不杀这件事,当然我不是说让你去送 你就先当自己死 你就先当这种是很正常的,这种阵亡是特别正常的 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你就不会出现那种就是说 很窝心的那种感觉 就不会你一所以死就很烦 就开始找烟河啊就开始点烟啊对吧 抓我脑塞的 你的阿嬷一过来跟你讲话 去看下书好不好 烦呢对吧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在跟你讲话 我最希望你好好用功读书 不要整天在这里打电动 然后就冲出去了 然后你就到杰哥家了 然后你就跟你阿嬷吵架 你就不开心 你就冲出去了 然后你就到了网吧,就没钱了 没钱就只能回家 那你不回家怎么办,不回家只能去别个家了 我死了啦,东西害死了 假的,你会死的 我不知他有没有杀 你就当队友死了很正常 你先当队友死了 之后你再想你该怎么做 你不要太在意他死没死这个事 如果你很在意队友的阵亡 你就队友一死就觉得这游戏 很难翻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结果翻了 又是你了,他真是反了 啊 远光这么闪了 是很在意 那说明你太在意队友的优势,你觉得队友劣势就不好赢 sorry 没注意看 真没看到,这我已经打完了 真没看到,这我已经打完了 就当这河蟹已经没了 不行 这可当不了 游戏可以输,这河蟹我必须吃了 我接受不了 点了点了点了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心里落差太大了 游戏可以输的河蟹必须吃 吃不到不完 对不起,对不起不用说不用啊,对不起还是得说的 该说说不说而已 看能不能再杀他一次 我听到了 尖叫 我这么暴 我这么暴的 他肯定还想杀我这家 他不可能放我走 我尽量拖住他一点 也是交不交闪啊 我没魔抗了 我一定要把输出做够 不然 杀不死人的 一定得做够输出了 卡特来了 还是在抓我 拉尔斯特也过来了 我不知道是你 这个小 小可爱 只进入身体不进入生活 向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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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可惜扎克死 我不会给你一个大抢 应该不会 啊 他停呀 说的停了 我都已经聘了 不停了 流个2000点血 他强了就别打呀 哎哟 这卡 马上16 暗意剑魔击杀那死男爵 这必须得Q了 不Q不行了 他打了那个血量 不Q 流个2000血 其实刚跑后 又出来带线了 为何不怕 你也想做一职 主打的就是一个 喝茶是吧 怎么上去的 后央 扎克持到大龙恹 颗 不需要去正面,去正面影响太小了 你守住他,你也敢來守他 為何不走 為什麼你敢守我啊 為何不怕 為何不怕 就當我守住了 因為說 就當我守住了 為何不